新中国成立后的时长战争 击败日本后又战五国 结果又都如何 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先辈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而自身势力弱 自然会引起他人的轻视 在二战时期 我国举全国之力将日本击败之后 依旧有国家对我国的势力保持质疑的态度 甚至有五个国家根本不把我国放在眼里 妄图趁机欺负我们从中得力 而面对这样的挑衅行为 我国自然也不会让步 于是我国与这五个国家打了十场战争 以十战十胜的成绩 让这五个国家心服口服 那究竟是哪五个国家呢 首先被我国打败的就是法国 而当时我国才刚刚成立 他们又是如何和我国发生冲突的呢 1947年 法国大肆侵略越南 由于当时的越南缺乏先进武器 再加上当地士兵缺乏作战经验 战争一开始 越南便处于艰难的境地 直至1950年 越南自身难以应对法国的枪林弹雨 于是便请求我国进行援助 而我国为维护双方友好关系 并保护我国西南边陲安全 避免我国西南地区的安全受到威胁 于是我国毅然决定派人支援 此外还运送了大量的军事物资 经过几年时间的战斗 法国战败撤出越南 其中我国的援助 可以说对越南的胜利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也间接取得了胜利 第二个被我们击败的国家就是美国 二战后 该国得到了大批欧洲科学家 技术人员 以及思想家 凭借这些资源 该国很快便发展了起来 优势更加明显 很快成为了超级大国的他们 逐渐有了更大的野心 企图通过侵略扩张的手段 来争夺世界霸权 地大物博的我国 自然也逃不过他们的侵略扩张 第一次就是朝鲜战争 当时该国入侵朝鲜半岛 不顾我国的警告 一再越过三八线 而我国在面对如此威胁我国国土安全的行为 我国自然也要出兵加以抵抗 经过两年时间的博弈 最终美侵略者被我军所击溃 而第二次便是越南战争 在朝鲜战争后 美右出兵打击越南 而该国此次也投入了自二战以来 规模最大的兵力 希望能够从中获利 虽然此战 我国并未直接派兵参战 但我国却无条件为越南提供了许多先进的武器装备 还派遣了炮兵和工程兵前往支援 最终成功帮助他们击败了美国 第三次是在老挝 1959年 美为扩大越南战争 与老挝挑衅内战 发动了仓库的特种战争 而之所以称作特种战争 主要是因为 在这场战争中 美并未出兵前往老挝 反而是大力扶持该国的亲美右派势力 其头让其自相残杀 朴实的老挝 又怎能斗得过这个狡诈的老狐狸呢 于是便向我国发起求援 而我国不但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 还先后派遣部队 协助老挝作战 很快 该国紧追越南步伐 解放了全国 第三个国家则是印度 而我们双方之间的战争 大家也都知道 自然就是1962年的自卫反击战 在开战前 印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嚣张 当时该国的总统 甚至宣布要以军事力量来对抗我国 该国国防部长 更是宣称要同我国打到最后一个人 最后一支枪 而当时我国也明确表示 既然要打那我们就奋陪到底 最后战争打了五个月 印度伤亡人数超五千 而我国却才一千左右 结果不言而喻 印度惨败 第四个国家便是苏联 但这场战争却鲜少为人知道 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 我国与苏联的关系 一直都是非常友好的 但实际上 双方间的确发生过战争 1969年3月 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领土珍宝岛 我国被迫发起自卫反击战 最后双方派出各自的正规军 展开了几次战争 最后苏联的入侵部队 被我军成功歼灭大班 处出了珍宝岛 我国大获全胜 而第五个国家 就是先前我们提到的越南 自抗战结束之后 我国先后与法 美 印 苏 以及越南这五个国家 发生过战争 先后共打了十次 而最终都是与我国获胜结束 真正的威慑了敌人 也在全球的大舞台上露了脸 证明了我国的实力